目前已经有大批巴勒斯坦民众被迫离开了家园 从加沙地带北部来到了南部 这令原本就物资短缺的当地社区变得更加窘迫 连食品和饮用水在内的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都已经难以为继了 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这座临时避难所位于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原本是联合国机构设立的一所学校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大量加沙地带北部的民众被迫离开家园逃到这里 在短时间内这里就涌入了约五千人 在逃离时大多数人都只带了简单的家当 而当地的救援机构也只能为他们提供一些薄薄的床垫和毯子 由于避难所里供水中断 人们只能前往社区的供水站补充饮用水 相比较供水 当地的食品短缺更显严重 在汉尤尼斯大多数出售食品的商店 由于缺货都已经关门 少数仍在营业的商店也只出售面饼等最基本的食物 并且由于面粉和燃料有限 每天只能限量供应 所以不少民众只能每天早早出门来到商店 在拥挤的人潮中 买到一点维持家人生活的口粮 我们在早上就要三分钟 为了三分钟 三分钟 我们从八分钟 为了三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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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分钟 为了三分钟 二分钟